無獨公園 河濱公園都是無獨公園 本公園禁止吸毒 違則最高儲一萬元罰款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 台北市政府公務局水利工程處關西嶺 所以河濱公園全面禁止吸毒 吸毒有害健康 大海青鬼通車囉 大海青鬼藝術轉成 各位觀眾你好 我是上哲 歡迎收看上哲報旅遊 今天我們來到大家河濱公園 然後台北市政府最近 就有在很多的公園都設置了工農遊記場 工農遊記場的意思就是 某些設施 連12歲以上的都可以玩 就是目前政府開放給民眾使用的 給遊客使用的 就是12歲以上的使用的 遊樂設施就是這個當秋間 就這一個 然後它後面那個小的 小的那一個是可以 在嬰兒 就親子當秋間 好我們現在來看到 這個 上面有寫 兒童遊記場 禁止吸毒 然後圍著出新台幣 兩千到一萬 所以 毒蟲不要來這裡 來這裡吸 準備發一萬 然後這裡就是 注意之下 它寫6到12歲 所以幾乎都還是 6到12歲才能 幾乎還是 6到12歲才能用 所有的設施幾乎都是這樣 但是 目前 政府都只開放 這一個 當秋間 給 12歲以上的人使用 就 政府網站的風高 其實這裡沒有寫 就 沒有標示很清楚 但是至少 網站 政府的 YouTube的 YouTube的 圈導影片 有說 那可以 給大人玩 好那我就 廢話不多說 馬上去 玩 當秋天 這就是今天來 大家和兵公園 鳳龍遊戲場 體驗 12歲以上 的 成年人喔 也可以 玩的 當秋天 然後今天的 體驗 還滿不錯的 好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按讚 分享 訂閱 好謝謝收看 掰掰